大家好,我叫Ray,法浩之日,陳之入 今天我教這個課程就是綠牛 為什麼會教綠牛呢? 主要是我面秀班的同學,學生覺得回到家學習 課堂上聽是明白的 回到家溫習的時候,經常都不記得 所以他要求我,師傅,你可不可以拍片放上網 他們可以之後溫習 其實我課堂上不讓大家拍片 錄音是給的 所以呢,我也好,為了方便大家去學習 我就說,好吧,我拍段片給大家 整個課程拍下來,讓大家回家溫習 其實這個課程和我面秀班是一模一樣的 最大的分別是哪呢?和面秀班的課程 這個網上課程呢,最大的分別是沒有互動這個環節 在課程上面呢,那些同學不會起掛 或者是那些手勢錯了 或者是學完解掛那個環節就沒有了 那麼,我之後會考慮在做一個直播呢 就是給大家,就是看看大家有多少人 做一個直播,大家可以在網上呢,和我一起有個互動 一起去,即是教你起掛 或者是和你起完掛,大家一起解一支掛 大家一起研究一支掛的 那麼,大部分人呢,學易學呢 就會從命理開始學的 命理是什麼呢? 八字,紫微斗素,七正四語,西洋占星和印度占星的 這些都是命理方面的 甚至面上也是的 那麼,第二步驟呢,才會來到占卜的 那麼,占卜術呢,有分什麼呢? 我今天教這個是六牛,最基本 就是最容易入門的 然後到古山術 古山術有什麼呢?就是 太一神術,奇門遁甲,老引神術 然後還有塔羅,也是占卜術的其中一種 那麼,然後再到這個 就是學完占卜之後呢,他們就會開始研究風水 那麼,風水呢,有分魚空風水啦,山河風水啦 都還有一些,再偏滿一點的風水啦 然後,再到,摘入的 因為學完風水之後呢,就發覺 我要再進一步,將一個應期 提供得更加準,更加快有效應呢 那就會學完摘入了 那麼,今天我們就開始講六牛啦 那麼,其實六牛呢,簡單一點來說 不過,六牛很難,即是,六牛是液屬的,液學的其中一種來的 那麼,液學呢,很難簡單講的 那麼,液呢,就是博大精神的 你不花過很多年去,去研究呢 你很難入門 那麼,就算你入了門,你很難正的 那麼,所以今天我們 講液呢,就比較蓋要地講 那麼,我們講六牛呢,其實是講周液啦 什麼周液呢,先看一下 啊,這個圖呢,是我教之前那班 煎星班的同學 一些圖的符號來的 即是一些代表的Sign來的 其實煎星就是一個 比較,真實的星來的 那麼,他們不是用虛星 就算是,紫微斗數 都是用虛星的 但是呢,煎星就反而是用實際的 天體運行的星來做的 OK,講開液學吧 其實普遍來說呢,就是 我們現代來說的液呢,都是周液 但除了周液之外呢,還有的是 神龍市的蓮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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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帝的龜藏呢 那這三個液項就統稱三液 那發展過程是怎樣呢? 神龍之前人類就日頭去狩獵 晚上就躲進山洞居住 在山脈那裏為活動中心 我們就說年山手近一個掛 不好意思,嘩,錯錯了 這個後來的周易,我講的年山是這個 那到神龍市了,神龍市開始呢,就是開始奴義的發展 靠的是大地土壤的攻擊 所以我們說龜藏呢,就是守坤 即是坤掛 近呢,這個代表呢,其實就是山 坤呢,就是大地,土地 到周朝開始了,就開始有天人合一的這個 天人合一的這個思想 這個信應天命的思想 那這個思想漸漸成熟了 所以我們說周易呢,就是守坤 潤呢,是天門 潤掛這個是天門 潤掛這個是天門 三逆的這個演變的過程呢 都可以是描述人類進化的過程 另外就有十逆啦 生意之後有十逆啦 那時候有十逆啦 那時候要不要有十逆啦 那時候要不要分什麼呢 那大家先抄一下 我先抄一下 那之後呢,就有十逆的 那十逆裡面有什麼呢 頓詞,上下轉 脹詞,上下轉 系詞,上下轉 醉掛轉 雪掛轉 雜掛轉 和文移轉 這些是合稱十逆啦 那現代 現時流行的尖鋪呢 就是我們今天教的綠牛呢 工具會用的是 銅錢 和竹筒 那古人海地尖鋪會用什麼呢 古人尖鋪呢 是會用 絲草 鋭隔 和牛骨來做一個 復誓的 那以前復誓呢 那過程呢 過程比較是 莊嚴嚴重的 那他們是會 齋戒慕辱 會請神 即是會拜神 那 那 當個人可以真的靜下來 和天人在一個時候呢 才可以起掛的 那相當於現在 我個人覺得 呃 作為一個 占卜師 一個 命理師 如果起掛的時候呢 我們都有一個 起碼的尊重 最好就 擦個牙先啦 那 起掛的時候 就要靜下來啦 那心要靜下來 才去 弄個問題 在起之掛 做到一個 天人合一的 簡單天人合一的 一個 步驟先 一種 一種 氣場先 才去做這個占卜 那相對來說 會準很多的 很多人呢 就會用 玩玩一下的生態 起掛 起完之後說不準的 呃 你這個氣場 都不可以做到天人合一 你怎麼會準呢 其實 其實 其實你用玩的生態 已經不對了 即 無事何而問卜呢 應該這樣說 你如果沒有東西的話 我覺得 沒有必要去 起一枝掛 你是 當你真的有問題 想去解決 而你拿不到主意 對前途未明的時候呢 你就起一枝掛呢 那枝掛呢 就很準的 但是現在呢 在現代來說呢 絲草 或者是 龜格呢 都很難找的 那 之後 所以 早期時的時候 那些人就開始慢慢轉了 就用回銅錢 龜殼 但是 龜殼 我們這一派呢 就不主張用的 為什麼呢 你 你 拿一隻龜殼 那你首先要把那隻龜 那你清洗完才好用的嘛 那 你這個已經在殺身著 我覺得 就不太好了 那 我們這一派就會用竹筒啦 或者甚至你 很誠心地 放在三個銅錢的手掌上 起掛呢 已經可以做到一個 非常之好的 的 效果的了 所以 在我們這一派 就改了用竹筒 代替了龜殼 好了 那這裏呢 就是有 一些占卜的工具 這個是竹筒 這個是銅錢 那 銅錢 或者竹筒都好 回到去呢 都是希望大家會 抹乾淨 清潔乾淨 才拿來用 如果不是就會 我覺得 就不太壯重 用 這個早期呢 是我師傅給我的龜殼來的 我現在不用的了 通常 就是 我都不主張用龜殼 其實我們這一派入門呢 這個 我們師傅都會給我們一個 但是他都不主張用的 但是門規就會給的 都幾config 不過anyway 我們現在不用的 主要是 我都是 擺在一邊 的為主 那 新式的 很多的 的 店舖呢 都會 開始買這種 用銅造的龜殼 來代替那個 真的龜殼 或者竹筒 那我個人來說呢 我覺得竹 都好夠用的了 竹 是可以通天地之氣的 那我想 這個效果 效用都非常之好的 非常之準確的 那你來普遍在街道都可以 就是去一些 賣風水木品的店 都可以買到的了 那這個豬油管 是我的 我設的管 那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 又想買的 你可以email給我 email給我 那 我們可以看一下 怎樣 那 我這個都不多賺錢的 就是 主要是 給一些學生 拿來 拿來 學的 那 都是收回成本的 那 那 有什麼問題 大家email給我 如果對一些工具 占卜的工具 有什麼不明白的話 那 其實呢 研究 周易的話 無論是 什麼 哪種種類 首先呢 都要掌握了 陰陽五行生黑 制化這個 基本的法則 就算是 知平明理也好 嗯 遙空風水 奇門遁隔 六日神數 全部都要 去理解了 五行生黑 即是具智性的一個轉變 那你才可以 將這個 卦象呢 去理解得 得生現手的 其實宇宙間的 一切的事物呢 都有它的 屬性的 其實最普遍 可以分為兩大類 陰和陽 所以我們說 陰陽五行 陰陽呢 而陽的屬性 有一定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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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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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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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